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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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秘密 來上課的孩子 這兩個我都要他們做到 第一個你們願意學習 第二個你們要負責任 所以我這邊規定 爸爸媽媽不要去檢查孩子的作業 孩子的作業是他跟我的中間的關係 不是爸爸媽媽你叫他寫 他有問題一定要問 但是請爸爸媽媽幫忙 跟爸媽媽你直接幫忙是不一樣的 我寧願他不會寫作業 問的心理 但是不寫作業不代表過錯 是他沒有去寫而不想寫 這才是問題 如果他想寫寫不出來 那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這中間沒有什麼錯誤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給孩子 你要做責任分攤了 爸媽媽的陪伴跟付出 也是我們科學基因班最成功的地方 因為我一個禮拜才來三個小時 給一個孩子 裡面要參加要有考試 要有作業要有上課 全部都是爸爸媽媽的陪同 而在台北的目前 包括清華大學跟交通大學 跟台灣大學 都會到台東來學習 他們發現了台東科學精英 影響他們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他們一直搞不清楚 怎麼把社會各鄉鄉村的城市 拉得很近 他說陳寗老師你把台東的孩子 變得那麼精英的時候 他們在研究 那台北的孩子會不會相對 就往下走的 是的 我們今天得了獎牌 超越了台北 台北現在在研究 怎麼他們的家長就要 問問陳老師為什麼不開班 對台北為什麼不開班 我說 我說台北孩子不好教 所以不要開班 第三個就是 我這一部分很強調父母 那也跟各位校長分享這一段 我跟家長灌輸一個概念 我說孩子的昨夜開始的關鍵 就是你要參與 但是不是你的父母的這種 權威式的領導 你參與就好 參與的意思就是 你坐在後面聽課 不是聽數學 是聽家長該說什麼話 不該說什麼話 所以慢慢的台東的科學精英 目前兩屆加起來應該有 將近兩百多個學生 兩百多個孩子 你知道爸媽媽慢慢的嘴巴 都不太講話了 因為爸爸媽媽如果把嘴巴關起來 就是教育最成功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他不再用他權威式的領導了 第二個 陪伴孩子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陪伴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很少爸爸媽媽說 禮拜六來上課 他會埋怨的 因為我今年留台東第三年 主要是台東一直都沒有 國中的奧林匹亞的訓練教材 可不可以把成你的教育基金會的 留給台東 我說好 我教材給你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會上的 好吧 那我就 我來再上一年 在上一年給我培養台東七十八個 現在目前是七十八個小孩 全部接受我第二套的中階訓練 這一套訓練完畢之後 各位校長我可以跟你們講 他們都在高二的程度沒有問題 但是我講高二的程度是說 他們不需要再去講高中的東西 全部都在自由數學講完了 所以這批孩子將來進台大 我想這七十八個孩子 我都有把握 大概九成五以上都會 每個孩子都進國立大學 我說如果我們到達那一天 都把送進台大的時候 台東高中跟台東女中 就會變成台灣的前二十個名 或前十名的學校了 我說那這樣就 我們的台東的教育的高中 最後這個階段 就進入了可以談論的空間了 那麼我跟父母說 你要站在哪裡 是站在孩子的前面 還是旁邊還是後面 我常常跟家長講 那他們都想我要站在哪裡 我說小學你站在前面好像對的 國中站在他的旁邊當他朋友 高中要站在他的後面當他的後盾 可是我說父母要站在孩子心裡就好了 孩子有問題一定會問你父母 請教你就對了 爸爸媽媽就慢慢改變了 我跟爸爸媽媽講 家是不講道理的地方 所以給孩子訓話不要講道理 因此你只講愛就好 我說為什麼講愛 因為孩子知道你是愛他的 另外我希望爸爸媽媽給孩子 一個完全的生命學習 為什麼我不講 叫學業學習呢 因為他們很重視平良卷 很重視學校考什麼 但是我說 學校老師已經教得很好了 要換取學校那一個成績單 其實在孩子本身 願不願意去走卓越的路 先不要講他是不是知憂生 我只問說這孩子願不願 把月考考好 這個心態他正不準確 如果他學校用功聽課 作業好好寫 月考前有自己的心理準備 這樣的孩子月考都不會太離譜 但是這個上天給台東一個 非常好的契機 就是十二年國教 台東沒有什麼特色高中 就兩個高中 第二個 台東不會為了特色高中去做準備 但是台東應該反過來 有十二年國教的優勢 就叫時間和空間讓出來了 所以校長可以用到你的智慧 把這個學子改成你這一生最理想的一個 一個教育的模型 那我這邊來的老師的專業跟使命 各位或許不曉得只有我一個老師嗎 不是我們已經培訓了接近的 十五位到二十位的國小老師 跟國中老師參與這個計畫 另外我台北有將近的 四十位老師參與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全部的老師群裡面 每一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但是他們都用奉獻的心理 我說你們到台東來學習 不要來台東施捨時間 所以我最近派了四個數學老師下來 才發現每一個回去都哭了 他們說台東的小孩子跟他們合照 還要真的跟他們吃便當 家長要訪問他們要拍成影片 他說他回去說這一生都忘不了 來台東這一天他們很願意 所以也讓台北老師說 到外線來上課 才知道您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我們這邊有個很可貴的 阿公阿嬤跟爸爸媽媽都是我們的志工 我們從點名 給孩子貼名條 跟孩子通知電話 跟孩子我們有圖書館 那孩子在圖書館 在看任何教學的時候 我們都有志工 這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 台灣各省縣市 目前只有台東有這麼大的志工團 我們志工團今天要邁入四百個家庭 這四百個家庭都是我們的志工 這裡面只有講愛 不能埋怨 因為他知道埋怨他們就會怎麼樣 心裡會難過 因為我們都不埋怨 這是一張很棒的一張照片 當我們的黑板要上架的時候 這裡面全部都是家長 一起把黑板搬上去 我們什麼事情大家一起來 比如說今天教室要清掃 一號召就可能兩百人到現場 就大家拿個某部站的地方 一站好剛好教室就站滿了 刷一刷乾淨就不到一分鐘就結束了 他們在效率非常的高 我們在這一兩年發現 人類歷史不存在最理想的教育方法 也就是說我們共同發展出一個教育觀 就是世界沒有什麼好的教育方法 但是只要能夠讓孩子改變 就是好的教育方法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能根據一個方法 一成不變的去實現 但是如果我跟孩子站在一起 完成一件工作的時候 我認為是很好的教育方法 因此我們提出一個夠夠想 也跟各位校長分享 就是好好跟孩子合作 那麼有一天我去慈喪 慈喪由校長剛調過去 他以前是縣長請他讀學的時候 幫助我們科學基金班成立的 我去慈喪 已經跟他們老師開過 即是四五次的會議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慈喪 跟國中老師開會的時候 校長把他們老師邀約 各課都來 我說很謝謝 跟你們學校老師 坐在聊一件事情 我說你們願不願意幫孩子 寫一份講義 我只問他們一句話 願不願意把這一生 最好的教材給孩子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們基金會 會幫你打字印刷 但你開學那一天 會送到孩子的桌子上 一本上面只有你的名字 你是歷史老師 就寫歷史講義 我幫你打字印刷送你 每一學就送了一套 是你寫的 各位校長 你看我得到答案 會得到什麼結果嗎 我得到兩個答案 真的願意參加了 可能是七個到八個 OK 二三四個孩子七八個對不對 接下來就看一看 其中有一個老師就舉手了 他說我們時尚的孩子 不需要有高端的教法 因為他們都不愛念書呢 當我聽完之後 我的頭當然是很頭痛對不對 但是我是站在一個幫助的心情 我說沒有關係 我總有等到我們老師我們一起 我跟他也是好好合作 我願意幫你印獎益 還幫你打字印刷 這個成本我們基金會給 可是我只在測試 老師你愛不愛孩子而已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在這兩年 比較成功是 我們跟孩子是合作關係 我們不是對立關係 孩子的問題就是我們問題 孩子心情不舒服就是我們教的不好 孩子有壓力就是我們帶領的不好 所以孩子的輸出就等於是 我跟孩子合作最後的成果展現 我們叫績效不好 那就是我們要承擔的 孩子要尋找一條屬於自己卓越的路 所以我常常灌輸所有家長聽課 這條路非常辛苦 叫卓越之路 只有你走過才了解 你還能講出很偉大的故事 我們有給孩子測智商 孩子測智商有高有低 但是我們呈現了一個概念 這是我們上課的現場 裡面有志工在錄影 這當年在第一年的時候 現場跟現場夫人非常支持 用到了現政府大禮堂的演講廳 有孩子 有媽媽 有老師 都在這裡面 桌子是他們搬的 下課的時候桌子收下來 也是他們收的了 智商一百三 智商一百 跟智商七十 不同孩子混淆一起學習 這是突破所有的可能 因為我們上了一堂課 然後把課名跟各位家長分享 我們上這堂課 我們課不叫數學 我們上一堂課叫 人類如何思考問題 我們跟孩子引導是引導 人類怎麼想事情 比如說台灣的土地 三萬六千什麼平方公里 請問怎麼算出來的 大家就在想 怎麼算出這個東西 是一個想法的問題 所以我們上課的方式都用 人類如何思考問題 我們沒有範圍的 我們沒有什麼數學 第一側第一章 第二側第二章 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數學沒有分側章一章 我們只有講數學 分為四條線路在走 但是我們在教孩子的是 我們不教學校的東西 因為學校的東西 是最正統的 我說你們在學校好好學 就非常夠用了 你說加法 減法 乘法 應用問題 這學校學得很好 就學得很好了 我們在教這個就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教你是這個 想問題的方式 所以突破了 我們所有自由的可能 我用人類思考的模式 那培養孩子怎麼想問題 所以這批孩子改天有機會 注意看他學習的方式 他很喜歡想問題 什麼題目給他 他就開始想了 他不會說 這題題目沒有教過 這題太難了 他不會 他想 這題在 這現象發生了 他們怎麼在突破 他的腦筋思考的模式 數學是想出來的 不是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一年來 兩年所做的數學 我們都是做好題 不做難題 我們做的題目是做好題 我們不是大量做題目的 所以這是我們 在這裡面所衍生的 這是一個充滿能力的時代 所以孩子的未來 由孩子能力決定 我們給孩子灌輸的概念 我們不是給孩子的學習環境 我們是給孩子好的能力 這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孩子有能力 比如說他喜歡思考 他喜歡反省 他喜歡樂於分享 可以忍耐忍 我們只是想要求 是一種故事的 他永遠在馬日子 都不可欠 大部分 是一種故事的 禁止 你們可以